男子狂冲社群门口 拿着酒瓶见人就砸 男子被玻璃打到突破血流 朋友惊吓帮忙 但只见一群人扭打一团 好不容易才把人压制在地 怎么也想不到吃个宵夜 近遭随机攻击 觉得他是随机攻击的 五牛顾对我们爆出口 然后就去便利商店买 买酒瓶攻击我们 拿着酒瓶冲出来 然后就打在我头上 攻击路人被制服压地狂挣扎 警方到场他还在叫销 被电击裁酒饭 19号凌晨 陈先生和女友在社区门口 跟朋友吃宵夜 一对陌生情侣经过 男子却朝他们梦彪脏话 想不到对方离开后 竟跑去买酒瓶 回来攻击 还是会害怕 去看心理医生 庙里求平安抚 毕竟那边住户很多 都是住宅区 不到几百公尺内 都会还有幼儿园 就小孩子也很不安全 继执龙安路 这处大型社区 周遭光幼儿园 就有好几家住户众多 遭遇恐怖袭击 被害人头部封了十几只 女友不仅被扯头发指甲 还整片掀掉 被掐脖子的朋友 也伤痕累累 至今心有余悸 忧心还会有人受害 那就凭杂人的 百姓男子攻城 自己夜被打 头部受伤 双方互提伤害 只是宁静社区 竟变稀物场 吃宵夜 餐育攻击 谁能安心 记者又为 林黄玉兰 新闻是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 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 各自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